中国中信集团将可能入股台湾的中信金控 成为中信金的第三大股东 经济民主联合交集人赖中强表示 中国政府可能借由金融业 大量的获取台湾民众个资 影响台湾政治 我们呼吁投审会否决这个中资的入股案 民团指出中信金控将于6月29日的股东产会 讨论增资施摩案 中国中信集团将取得中信金控3.8%的持股 成为注意影响中信金经营权的第三大股东 其中中共官方背景将为台湾带来四大负面影响 只要投审会或金管会愿意 这个案子是绝对在法律上 找得到立足点将它否决 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表示 台湾中信金是台湾最大的民营银行 也是第一大发卡银行 中国中信集团入股后 不但增加消费者各支遭不当使用的风险 也有可能成为台湾联合征信中心中资的突破口 中国的金融风险不断的在增加 那世界各国的金融资本都是在撤出中国 那真的是台湾的银行界 真的要去当最后一根稻草吗 是相当令人忧虑的 赖中强也呼吁台湾的中央主管机关 要制定完善的中资来台投资条例 防止中共借由企业介入台湾政治 新唐人亚太电视如天长黄庭峰 台湾台北报导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新疆传出警民冲突 造成11人死亡 当地进入戒备状态 MERS疫情南韩今天新增3例确诊 总数达到169例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整点新闻